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感受到的高丽大学 第一点是它的全球化 这不仅体现在我们的教学质量上 而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且如果你如果是高丽大学的学生 你将有机会参加交换项目到其他的国家留学 比如说我去年作为俄罗斯的交换生 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人生的一段时光 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这里可以接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为来到高丽大学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和他们一起玩 然后一起交流思想 这对我的成长非常的有帮助 第三点 我非常喜欢与学院丰富的课外活动 因为我们会有跆拳道 然后K-pop 然后唱歌 还会每个学期一起组织出去玩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里的这样的氛围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丽大学日益融化系的四年级医学系的李明泽 那么今天呢我想向大家来介绍到高丽大学的 第一个呢是留学项目的问题 第一呢 你来进入高丽大学之后呢 无论你见到的是韩国人还是外国人 对于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 那所以带着新鲜感呢 我也参加了从2015年的9月份到2016年的8月份呢 我也有些年参加了高丽大学的交换留学生项目 在日本的明治大学交换了一年 这一年中呢给我最大的感觉呢 就是高丽大学在整个世界性的大学中 也有相当一个非常强的地位 那对我来说呢 这次的机会也是非常宝贵的 那么第二点呢 我想来向大家介绍的是关于高严战的问题 那么在高严战时期呢 在学校无论你的年级 无论你的学号 还是无论你的国籍 那大家都融为在一体来唱着应援歌 跳着应援舞 来为自己的学校 为自己的高大来加油鼓进 那么第三点呢 我想说的是关于韩国语能力问题 那么我进入韩国本科之后 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 由于韩国语能力问题的不足 导致在上课的时候呢 听不懂老在讲什么 然后教授留的作业呢 还有一些的讨论 还有发表 都没有能及时的处理好 所以在这里的问题呢 我还要向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韩语能力不强呢 你进入本科之后 也不能顺利的毕业 或是拿到更好的成绩 所以来进入韩国本科 来进入高大这些本科之前呢 请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韩国能力修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